生命终结并非终点,而是通向另一个阶段的门,试者穿过这扇门,进入新的境界,作为护送者,无论是火化师还是入炼师,都是慢慢地为他们送行,然后轻声道别,一路顺风,我们终有再会的时候。 一位已经退休的殡仪师,在回忆自己的职业生涯时如此表达,他在回忆录中,述说了自己从事这个职业时的恐惧与无助,到中年时的从容与平静,一直到如今心境的转变。 他说,听完我所经历的这些,或许你就能决定是否选择火化了,以下是他的字数,我从事火化工作已有43年,这个行业常常被人视为忌讳,即使是我身边的亲友,也会以异样的眼光看待我,有时甚至排斥我,因此,自从我第一任妻子去世后,我再也没有考虑过再婚,每天在殡仪馆工作,我经历着悲欢交织, 听着家属的哭泣声,我的责任就是尽力安抚他们,然后将他们至亲的遗体送入火炉进行火化,我的第一个火化对象就是我的妻子,她死于车祸,她的离去让我更加坚定了从事这个行业的决心,我们火化师是生死之间的灵魂引渡者,以最温和的方式对待家属,最柔和的微笑送别逝者,我们穿梭于生死边缘, 见证着生活的酸甜苦辣,刚开始接触这个职业时,我内心充满抗拒,经常做噩梦,我们的工作环境是封闭的,温度高达40度, 常常会听到尖叫和哭泣声,这份工作既光荣又神圣,但与此同时,我们也需要战胜内心的恐惧。 我记得入职的第一天,我的师父告诉我,每天上班前都要整洁得体,这是对事者的尊重。 那一天,在我们准备将尸体送进车间之前,走廊上挤满了送别的亲人,其中许多人情绪激动,哭泣声不绝于耳, 有些甚至趴在尸体身上,推散我们,试图阻止我们推进车间,尽管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景,但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,毕竟,这是他们与逝者的永别。 那天,我第一次亲眼见证了火葬的全过程,火化的第一步是告别仪式,随后尸体被送入火葬炉,为了文化和卫生考虑,尸体通常被放置在一次性的包装盒中, 随尸体一同进行火化,火化炉分为一般炉和环保火化炉,根据科技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区别,尸体进入火化炉后,进行第二步, 这时,尸体会被钢钉或刀片破裂,内脏流出,如果不进行破裂处理,尸体在高温下会因内部压力而爆炸,接下来,柴油或汽油会喷洒在尸体上, 然后将尸体送入火炉,尸体被火焰烧毁,首先燃烧的是毛发,然后是皮肤,发出滋滋作响的声音,随后,肌肉和内脏等软组织也被烧毁,形成火焰,不久后,骨头会显露出来, 特别是头部的骨骼清晰可见,头发瞬间消失,头部的眼睛在火焰中消失,留下黑色的眼眶, 约半小时后,尸体开始崩解,有时需要翻动尸体以确保完全燃烧, 大约一个小时后,炉门敞开,冒出大量的白烟,是烧焦的骨头和肉的味道,骨灰冷却后, 殡仪馆工作人员用特制的工具将其勾出,家属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,使用特制的筷子来收集亲人的骨灰, 然后,工作人员会用锤子敲碎大骨头,并用扫帚将骨灰清理,并装入骨灰盒中, 只是象征性地留下一些骨灰,其他的都倒掉了,那天,我第一次目睹了一具尸体, 在火化过程中产生了化学反应,突然间坐了起来,车间里响起断断续续的求救声, 后来,我的师父告诉我,这是尸体在火化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, 是一种集体释放的反应,他还警告我,如果有家属在场的话, 最好让他们离开,因为这样的声音会给他们带来过多的心理负担, 然而,随着火炉内熊熊的大火,这种声音也就突然间消失了, 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,成为了我在火葬场工作多年以来最深的感受之一, 每个人都明白生老病死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常态, 但当我们真正面对死亡和离别时,我们会感到无比脆弱, 离世的人可能会经历几分钟的痛苦,但对于家属来说, 却是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, 然而,时间并不会停止流逝,生活还将继续。 2017年的时候,殡仪馆推进了一具新的尸体, 那是一个刚上初衷的男孩,风华正茂,书生意气, 却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, 当时他的母亲抱着他的尸体,哭得撕心裂肺, 三四个工作人员都拉不开, 直到现在,这幅画面还生动地刻在我脑海中, 在这之后,这个母亲每年都会来殡仪馆, 在他儿子的排位前坐很久,封闭的房间内没有任何声音, 没有人知道这位母亲在房间里坐了什么, 只知道他踏出房间之后,脸上洋溢的是生活的希望, 人死不能复生,生时不能尽孝, 死了座最多也只是做给活人的看的, 所谓的葬礼,不管是高端到上一元, 还是简单的木棺下葬, 其实都只是生者和死者告别的一种仪式, 可是有时候,也避免不了作为活人敛财的一种方式, 为了显摆自身财力,满足自己的虚,荣心, 风光大葬,大摆宴席,我对此有着深刻的感受, 我所在的殡仪馆位于城乡结合部,地处偏远, 尸体通常由卡车运送过来, 即使这样的路程费用只有几百元, 但很多人仍然觉得很贵, 很多时候, 尸体运来时已经显示出腐烂的迹象, 尤其是在夏天, 按照当地的习俗, 家中有亲人去世时, 会摆设三天三夜的宴席, 在这种情况下, 通常可以筹集到七万左右的人情费, 考虑到这么高的费用, 我不禁思考, 为什么家人们不愿意为市者租用冰棺呢? 这样的风俗让我感到心寒, 对人心产生了莫名的忧虑, 我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时, 每次目睹那可怕的火化过程, 都让我感到尸体仿佛还有感觉, 想象自己将来也可能经历同样的火化, 简直就是第二次折磨, 但那时候在痛苦也无法说出来, 只能任凭烈火将自己烤成粉末, 然而,随着岁月的流逝, 我逐渐接受了这一现实, 尤其是在我开始念佛, 寻求内心平静之后, 佛教将肉体视为凡间束缚, 火化被视为解脱灵魂的途径, 通过火化, 信徒的肉体被转化为灰烬, 象征着战胜生死的觉悟和身心解脱, 同时,火化也是佛教中重生的方式, 将身体归还于大地, 让灵魂得以进入新的轮回, 佛教强调灵魂的超度和生死的轮回, 认为肉体是灵魂升华的阻碍, 只有当人的肉体被彻底抛弃时, 灵魂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, 不再受肉体的牵绊,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选择在死后火化肉身, 这一决定影响了无数僧侣向他学习, 他们也选择了焚身的方式来清净业障, 火葬是一种优秀的清除业障方式, 同时也是摆脱对肉身执念的方式, 通过火葬, 他们能够更好地实现灵魂的超脱, 前往理想中的西方极乐世界, 摆脱六道轮回的苦难, 一些僧侣甚至要求自己的骨灰也不保留, 而是随风飘散, 在人生中, 我们难免会犯错, 而火化是清净业障, 解脱尘缘, 往生他界的一种方式, 有什么可害怕的呢, 即使会有痛苦, 那也只是肉身而已, 与其为了保住肉身, 而让灵魂陷入地狱之苦, 不如选择火化肉身, 洒脱地脱离轮回, 往生他方, 以上就是这位退休殡仪师分享的经历了, 好了,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, 感谢您的观看,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, 请给我点个赞,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,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,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, 咱们下期再见。